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轻氧燃料电池是太空飞行中重要的能量来源 右图这里是一个轻氧燃料电池的一个图 氢气在镍极发生反应 氧气在氧化镍极发生反应 氢氧化钾水溶液是作为电解液 我们要回答下列的问题 先看一下它的选项 它说反应过程中镍被氧化 氧化镍被还原 好那我们先保留 再来我们看完 B选项 燃料在填充时应该将氢气填充于正极 氧气填充于负极 OK好接下来 它说如果右图的岛电上并连一个伏特计 可知道这个指针会偏向镍的电极 OK好那再来 反应唯一的产物就是水 那这个问题 燃料电池的概念 其实最主要就是 你要知道这里的燃料做了什么事情 好我们把它拉到这里来 氢气在这边最主要的目的 它是会氧化成氢离子 OK好所以它是氧化 它是作为一个氧极的半反应 那这个电子啊 氢离子就进来了 氢离子就进来了 那这里的电子就跟着外电路出去了 OK好所以电子是从这边出去 所以这边电子出来是负极 这边回来就是正极 所以电子就会从上面进来 电子就从这边进来 好那这里的氧气呢 它的作用就是要去接收电子 好所以这边的阴极的部分 就是氧气去接收电子 OK 氧气去接收电子 好那这里氧气去接收电子 一定会很奇怪吗 这个大家就想说 诶怎么会是这样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帮助的 就是水 水会去接收电子 好因为这里面是氢氧化钾的水溶液 所以水是可以去接收电子的 OK吗 两个水去接收四个电子 就会变成这个 保险这边还要有氧的帮助 好 呃再加上氧气 就会加上四个电子 就会变成四个氢氧氮子 OK好 所以它就会形成这个反应 好那这个是阴极的部分 这是阴极的部分 好那各位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电解值是氢氧化钾 它是一个强碱线环境下 所以这里的 跑出氢离子好像不太合理嘛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就两边同时去加氢氧根 我们就把它改写成这个样子 好我们把它改写成氢气 加上两个氢氧根变成两个水 加上两个电子 OK好那就是两边同时再加氢氧根 就可以把它变成碱性环境下的反应 好所以现在最主要反应就是这一条跟这一条 好那各位可以发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的这边会不断的用去氢氧根离子 这边会不断的产生氢氧根离子 它的全反应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全反应 其实啊你把这里的电子 这里是得四个 这边会失去两个 所以你把这里乘两倍 这里乘以一 然后你把这两个加起来 它就会变成全反应就是这样子 好有没有很熟悉 其实有点像氢气燃烧的反应 那只是说氢气燃烧反应是变成光和热的能量释放出来 那燃料电池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装置去把 本来会变成光和热的能量变成电能给释放出来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燃料电池一个概念 好那这个反应里面有没有 那种涅跟氧化涅去参与 其实没有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就错了 反应的过程中是谁被氧化 是氢氢分子被氧化 H2 然后是O2被还原 所以其实跟这个电极本身没有关系 好再来 这个燃料填充的时候氢气应该填充在 这个是哪一极啊 它应该是负极 应该是负极 那氧气应该填充在正极 所以这个也错了 所以你这样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再来C选项 右图的导线啊 并联一个伏特计 那指针会偏向镍极 伏特计啊 它的指针会偏向镍是在这边 然后是在负极 如果你这边并联一个 我们把它并联 并联一个伏特计 那伏特计啊 它的指针会 会跟着电流的方向去做偏转 所以你的电流的 会跟着你的电子流的方向去做偏转 所以啊 这个镍极是负极 电子流是由 我们把电子画出来 电子流是由负极出发 从正极回来 所以你的指针应该会偏向 这个是哪一极 指针应该会偏向的是 氧化镍这一极 而不是偏向镍这一极 所以这个叙述也错了 这应该偏向 氧化镍这一极 好 那再来猪选项 反应的过程中 唯一的产物就是水 所以这里的 注意一下它的全反应 反应物 产物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干净的一个取得能源的方式 所以这个 我们最后要选的就是猪选项